小米Max的特点显而易见就是一个字 大 一款太大的手机很少能弹得上美感 但就小米Max而言 它拥有一定的美感 2.5D弧面玻璃 曲面在机身边缘处过度自然 有效地提升了手机的颜值 而如此大的尺寸厚度 仅为7.5毫米 实为不易 在手机侧边处 颇有一些小米Note的身影 而背部的三段式设计 又和红米Note3有些相仿 可以说小米Max融合了 小米手机的一些经典设计 接下来再说说这块6.44英寸的屏幕 分辨率为1080p 像素密度342ppi 最高亮度可以达到450尼特 而对比度达到了1000比1 NTSC色域范围72% 尽管屏幕较大 但像素密度依然可观 所以显示效果上也算得上是细腻 这个倒不必过多担心 只是面板供应商上不清楚 总体来说这块屏幕在平均分之上 说到大屏的好处 自然是玩游戏比较爽 看视频更爽 横在桌子上看个电影什么的 大屏的优势立刻就凸显了出来 系统方面 小米Max非常遗憾的没有随着MIUI8一起登场 仍然为MIUI7 按照小米的说法 MIUI8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变换的万花筒 经历了9个月的时间和探索打磨 在视觉设计和创新功能方面 都有了全面的突破 细节优化达到近千项 是MIUI史上研发难度最大 创新功能点最多 发布周期最短的大版本升级 不过过些日子我们就可以通过升级 来体验MIUI8的各种功能了 小米Max支持指纹解锁 对于解锁模块的位置 我认为大屏手机还是放在手机背部最合适 小米Max指纹六七次录入完成 解锁速度也是很快 指纹识别可以用于锁屏 儿童模式 文件管理 应用锁 购物支付等 但因为手机实在是太大了 单手握持的时候 经常需要往上挪动一下 手掌才能够到指纹识别模块 小米Max分为两款CPU 三款配置 其中最低配的是 骁龙650 3GB运存 32GB存储 售价1499 中档为 骁龙652 3GB运存 64GB存储 售价1699元 而最高配则是 骁龙652 4GB运存 128GB存储 售价1999元 而我们拿到的是高通骁龙652 3GB运存 64GB存储的版本 个人不太建议选择650处理器的版本 毕竟性能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8万多分的跑分成绩很不错 和去年旗舰骁龙810 三星7420这样的上代旗舰相处同样的水平 极客跑分 单核心 多核心成绩 分别达到了1500和5000 无论是单线程还是多线程 都完胜高通骁龙810 以及7420处理器 同频率效率也超过了 麒麟950 大约10% 小米Max后置1600万像素镜头 5P镜片 2.0光圈 支持PDF对焦 可以录制720P 120fps的录像 虽然像素很高 但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具体传感器的型号 我们也并不清楚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样张 晴朗白天拍照效果很赞 画面冲透 曝光 色彩还原 以及白平衡表现都是比较正常的 近景整体效果也说得过去 但放大就可以看得出来 物体边缘不够锐利 在拍摄一些文字 就暴露了它的弱点 解析力不够强 边缘有着明显的模糊 而前置摄像头为500万像素 2.0光圈 85度广角 支持美颜 表现同样重规重矩 这里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说起续航 小米Max有着足够的资本 小米为其配备了一块 史上最大容量的电池 容量高达4850毫安 而且即将推出的 MIUI8会加入系统级的省电优化 官方称 在线播放视频 可以坚持超过14个小时 连续看10集电视剧 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我使用的三天时间里 只为它充过一次电 手机连续中度使用 可以超过14个小时 相当的变态 小米Max续航能力 比较变态 但充电方面 就不容乐观了 就小米Max 手机本身而言 是支持高通 QC3.0快充的 但标配充电器 仍是5V2A的规格 从0到100充电完成 要接近4个小时 万一手机没电 又要着急使用 那就比较崩溃了 这个时候我会想起 充电5分钟 通话2小时的广告语 而我们在淘宝 买了一个 8V3A的快充头 搭配原装数据线 充电时间有所缩短 但也要3个小时 效果并不明显 也许是由于 小米Max的电池容量 实在是太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